8月24日晚,香港福建同乡会庆祝成立80周年庆典在港举行 香港福建同乡会会长张尚鼎在庆典现场致辞表示 近来香港安定繁荣的基础遭受严重的冲击 同乡会将团结相亲,推动香港恢复秩序,维护香港长治久安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陈东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谢峰等约2000人出席庆典 张尚鼎表示,香港福建同乡会从诞生起就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在每一个历史时刻都扮演应有的角色,做出不懈的努力 近来,香港安定繁荣的基础遭受严重冲击 内外反华势力在香港相互勾结,煽风点火 严重冲击一国两制底线 香港福建同乡会将团结相亲力量与不法制图抗争到底 维护香港长治久安 近来,香港社会安定繁荣的基础遭受严重冲击 我们必须团结相亲的力量与不法制图抗争到底 将令不一律支持台湾政府依发施政和警方依发采取必要的措施 同时,本会要加大力度支持生肖兰的国民教育工作 以及恢复香港既是以此长子久安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副局长陈基智 受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委托致此指出 香港福建同乡会多年来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关心社会民生事务,为香港尽心献力 期待香港和福建两地进一步深化合作 共同推进发展 近日,香港气氛紧张 经济环境面临挑战 令人担忧 面对困难,特区政府在祖国支持下 有信心全力做好工作 政府需要社会各界人士支持 携手并肩 跨越当前困难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主席吴焕言也表示 80年来,香港福建同乡会坚持爱国立场 在历劫会长的领导下与时俱进 艰苦拼搏 为国家、民族、家乡做出很多贡献 今年6月以来 反对派破坏香港法治 破坏社会安宁和正常秩序 相信乡亲们的眼睛是雪亮的 立场是坚定的 将更加紧密团结在同乡会爱国旗帜下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为香港繁荣稳定、各尽所能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